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陳天龍郭靖堂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台灣省第一次 竟然下到命令就要逐出一個由香港穿草過去的人 事源就是發生了一件事 這個人很有可能是要被遣返回香港 因此就可以說到這個穿草過台灣省的人 很有可能在那邊坐完之後還要回香港坐 那關於這個人究竟做了什麼 而搞成這樣 我們回頭來看看 接著就是在大家現在看片段的今天 就是我們中國的國家公祭日 這一天為了紀念在南京發生的一件事 就叫南京大嵐友 所以在這一天之前 都會有很多學校團體去舉辦一些歷史的教育 但是在屯門區有一間小學 他的課堂上教授這些歷史知識的時候 就受到一些家長的投訴 就說到學校不應該給這些東西的小朋友看 我們回頭回來就會評論一下這件事 再之後就是美國和英國都分別為新疆 這條老屈戰線最近有些新動作 除了美國通過了一些法案 想污衊新疆的局勢和經濟 甚至說要藉此抵制新疆出產的任何產品 抵制新疆出產就是抵制中國出產 另外英國那裡做了一場猴子戲 就是開了一個新疆法庭 這個法庭絕對沒有任何官方的認受性 在個人註冊組織搞出來的 就說裡面大量的專家證人和法官一致裁定 中國犯了這個人權法 這場猴子戲非常好笑 稍後為大家慢慢報道 另外在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下 香港的情報界和美國的情報界都有新的消息 美國自從10月有個中國任務中心的情報界大量招聘人才 如今又說虎無人才因為難以找到一些懂中文的人 不但要懂中文就要懂廣東話上海話甚至客家話 但難得請到這些人才的時候 美國人又說雖然他懂中文 但美國白人不信他們 信他們那些又不懂中文 這麼矛盾 怎麼搞下去呢 另外我們香港政務司司長兼國安委員成員李家超 就在論壇上說到需要盡快設立23條反通疊行為之餘 也應該復辟 好像香港回歸之前政治部這樣的部門 來對外抵抗情報界的滲透 新潮民就在那些新聞官方體驗不到的一些情報界情報戰的認知 來分享給大家怎麼看這個世界 另一個次元的情報之爭 而這些情報之爭 怎樣才是真真正正影響著我們香港甚至中國的安危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首先就要說一下台灣省第一次將著草過去的搞事者遞屆出境 這件事就是手中案件 為什麼這個著草過台灣省的人要被台灣當局遞屆出境 究竟壞了什麼呢 我們就說說他的背景 首先這個人的綽號叫A仔 今年37歲 他是和全家人一起著草過台灣省的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這個人搞事的事跡非常豐富 就不是單單只參加19年的搞事事件 早在2014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那些什麼雨傘運動的時間 就已經看到他的身影了 當然台灣省那邊的媒體就說到 這個人因為受到中國大陸方面的高度關注 所以A男擔心自己被捕 因此就帶著舉家的妻兒來到他們台灣省 而A男在香港就可以說到 在19年的時間 參與了所有的黃人活動 他在第一次 也就是民陣在6月9日 搞那個所謂的大遊行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出來 而根據這個媒體所說到 他有份在19年和警方發生了一些正面的衝突 雖然這個媒體寫得很隱悔 因為他是台灣省媒體 但是也側線表明了 這個人很有可能 他是因為在搞事時期和警方有正面衝突 因此被捕 而威罪潛逃過台灣省 這一點很重要 也代表了如果這個人被遞屆出境 需要回到香港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會即場被捕 我們看看他的背景 以及這次為什麼 因什麼事而被遞屆出境 首先台灣省當地的警方接到線報 這個線報就說到 在來到台灣省的香港人圈裡面 就懷疑有人大量種植一些非法開心藥 這種非法開心藥是種出來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草 而且線報也指到 這個A男種植完草之後 就會在香港人圈裡面賣給他們 不知道這些是不是真正的黃銀經濟圈 所以線報就說到 在這堆穿了草過台灣省的香港人裡面 是有種草和食草 以及賣草的生態圈在裡面 這些就不是我們說的 是台灣省警方說的 你們沒得搏 我們再看下去 就在今年的11月中 台灣省的警方就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 去調查這件事 而專案小組有一件時機成熟 就突擊這個A男的家 果然就在A男的家的陽台裡面 就發現了有些非法開心藥草的苗在裡面 這些都是一些幼苗 數量也挺多的 而且還發現了有兩個用緣的麻藥根莖在裡面 很有可能就是這個A男在種到這些草的時間 用緣留下來的 而當地的警方就問到A男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種什麼呢 這個時候A男就發揮他黃人的本色 在這裡和警方理論還裝了東西 想試圖掩飾自己的罪行 我在這裡就試試做一次給大家看 A男我們是警察 這些東西是不是你種的 沒有 我種什麼 我沒有種東西 不是你種 你在你家 你是什麼組織的 我什麼組織 我沒有組織的 如果有就保護神 你知不知道這些東西是非法開心藥草來的 現在我們警察就在你家找到 你老老實實回答我們 這些東西是怎樣得來的 我告訴你 就算我知道這些是草也好 我也是不小心種的 因為那些種子就不是我的 只不過有一天我在夜店 那些種子又不小心掉到我的袋子 我看到那些袋子有些種子我才用來種 我怎麼知道這些是非法開心藥 你這些藥口 我們做刑警的聽得多 每個人被人抓到他種這些東西 都說在夜店不小心拿回來的 現在證據確鑿的了 你又沒得抵賴的了 洗定過8月15 各位大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次放過我 我保護神的 你們台灣人不是支持我們香港的嗎 我答應你 我以後會用心賺錢 在台灣省生性做人的 在台灣省那裡 你現在犯了法 我們就正式推暴你 你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的了 清楚嗎 清楚清楚 高清 整個拘捕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A男就是運用到這些爛藥的藥口 想著這樣灑走刑警 我們香港人一看就不覺得奇怪 因為這些都是他們的黃人一貫的手法 就用到這麼白癡的藥口 就想著灑走人 可能由於當地的警方他就不敢得罪 所以到最後他就求饒 不過當地的警方也說到 A男的藥口令到他們不知好生氣還是好笑 台灣省的媒體也寫到這句 所以說到這些黃人出到香港簡直是影衰了 人家是不會給你面子的 直接寫說你的藥口低能 搞到別人哭笑不得 我們再看下去 剛才我們就說到 A男就在2014年的時候已經出來 金鐘那裡在搞什麼雨傘運動 他就說到為了種這些草 就是因為在台灣省收入不夠 因為他自己就說到 他就在朋友的餐廳打工 人工非常低 而且他是和全家人一起著草過來台灣省 所以為了養活一家四口 而挺而走險 據一名他的所謂朋友 台灣省的媒體就說到 香港的同鄉C先生就表示 他就說到A男性格其實不錯 只不過是衝動 經常都很衝動 接著就幫其他他們的手足說話 就在媒體那裡表示 其實好像他們來到台灣省著草的人 都很珍惜台灣的生活和自由 他們來到台灣的日子真的不好過 可能因為收入實在太少了 但是他們真的很珍惜 聽完他這番說話 不知道他和A男是否合過的 那麼像剛才A男說到以後會努力賺錢 台灣省的媒體也有在我們香港的某些網頁 嘗試找A男的資料 而大家不知道有一個網站記載著 自從2014年到今時今日的一些亂港份子檔案 在這個網站上就好像找到A男的資料 他就說到A男曾經在2007年上過報紙 至於上什麼報紙呢 根據他的說法就是在獨裏上了報紙 但是就不是因為威水使而上報紙 事關A男經過翻查 原來他是Beyond的某位成員的助理 這個Beyond就是我們香港很有名的樂隊Beyond 不是其他東西 他就說到他曾經是王家強的助手 後來因為一些事件他就被王家強解僱了 這就不是因為這件事上報紙 而是因為他被人解僱了之後 再加上他欠債累累 然後他就竟然在他自己家裡玩攬炒 約他當時19歲的女朋友不告訴他發生什麼事 就趁他睡覺期間就開了家裡的家庭 想著兩個人能夠雙雙離去 幸好當時他的包租工就發現了這件事 就立刻報警 就因為這件事他就上了報紙 你看看這些人多麼自私 你自己要走就自己要走 不要搞到別人 更何況這間屋都不是你的 你租人而已 竟然在別人家裡開了家庭玩什麼 再加上欠債累累 還要被人解僱 看來這個A男也不方是好人 所以就說到那些黃人為什麼會變黃呢 當然是有些原因 不過這個A男就不要想著他被人拘捕了之後 說到會生性做人就真的生性做人 這傢伙被人拘捕了第二天 就已經回復他的本性 他就在一些著草去台灣省的那些所謂香港人的Facebook群組裡面 就大大聲地說到自己被人冤枉 還說到他要律師 就希望群組裡面的人可以幫他 而這件事當地傳媒都是知道的 至於這個人後來找不找到律師 我們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現在他的下場是怎樣 這個A男就因為犯了當地非法開心藥的條例 就已經被送辦了 暫時來說他是不可以離開他的住所 台灣的控方就指到 這個A男就已經賣這些非法開心藥 起碼就賺了六次錢以上 而根據粗略的估計 當地一克的草就賣1500元 所以就粗略估計到A男去到台灣省賣這些非法開心藥的時間 就已經獲利超過200萬 這樣屈指一算就是我們港幣的50萬 所以當局就說到A男很有可能在當地受完刑之後 就沒得再留在台灣省 就要即時遞屆出境 又甚至會遣返回他的原居地 也就是香港那裡 這件事我們之前就說過 這個A男很有可能 就不是單單參與搞事行為 而過到台灣省那裡 他很有可能是真的畏罪潛逃 被警方抓過 所以這個A男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香港政府就要多加留意 究竟有沒有一些特徵 像這個人帶著一家四口過台灣省 曾經參與多次犯事記錄 今年37歲 又上過《蘋果日報》 還要是王家強的前助手的人 被人遞屆出境回來香港 如果有的話 我相信就不難認得 就一定要將他承之於法 讓他過得這麼開心 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救游自取 在大家看片的今天 即是12月13日 就是我們的國家公祭日 這天就是紀念南京大陸友的不幸者 所以臨近我們國家公祭日之前 我們全國上下都有很多的活動 來到紀念這件事件 包括我們香港的很多學校 都會有些學生去做這方面的歷史教育 但是在網上流傳消息就說到 在屯門有一間直資的小學 在上個星期上這個德育課的時候 因為有老師向學生 去播放這個南京大陸友的史實片段 因而就受到部分家長的不滿 以及投訴 投訴的內容 就主要說這些播放的史實片段 裡面有很多戰爭的場面 以及戰爭當中 日軍進行了一些不人道的事情 就說到有學生看過這些場面之後 就怕得哭地說 據了解這個史實的片段 大概就是長五分鐘 就是由這個香港電台去製作的 首先這裡有一個謬誤想帶出來的就是 那些家長覺得他們的子女 在學習這些歷史的時候 受到驚嚇因而向校方去投訴 就很責怪他們去教這些歷史 我覺得你最要責怪的 應該是這段歷史裡面 製造這些不人道事件的始作俑者 即是日本 如果沒有日本 當時做了那麼多事情的話 那怎麼會有這件事件的出現呢 其實電視台去製作這些史實節目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過 無論哪個電視台 每年都會有很多的這些節目 裡面的鏡頭 就不會太過慘象環生 不會說營造到好像一個人間煉獄 其實這些投訴的家長 我們是很懷疑他 其實是不是一些皇家長 因為一些皇家長 這兩年我們聽很多了 投訴學校的教育的時候 通常他們都會針對這個歷史去投訴 其實在他們心目中 最好就不要教中史 全部教了西史 教了英國史 他們就滿意了 最好就教了日本史 他們哪個國家的歷史都會學 就是不想學中國歷史的 其實投訴到這些電視節目 我就覺得有點無契 以前網絡沒那麼發達的年代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閱讀的 我們生朝民也很喜歡去到書局看書 入到書局裡面 我自己就很喜歡看歷史書 我也看過不少的歷史書 是講述1937年的時候 南京所發生過的災難 所以其實基本上 電視台他們製作的節目 裡面會放一些什麼真實的史實圖片 我大概都了解 而且我都會看過的 平心而論 那些圖片是不是看到下去很難看 一看到就會立刻來人想吐 因為通常要報道這些史實 圖片都一定不會是彩色的 影像也不會是高清 只是一個模糊的景象裡面 我們大概是了解到當時的情況 因為重點不是在於影響大家的視覺 是讓大家知道有那個歷史 再講下去 我們平時在書局看這些書的時候 也不會說18歲以下人士不能看的 就不同一些有限制級的書籍 因為這些書籍是一個學術探討的目的 去帶出它裡面的資訊 再講 之前我們不是報導過 有一間台灣過來的書店 那間書店裡面 不是有買一些港獨的書籍 但同時間 在以前沒有這個顏色之分的時候 我都有光顧過這間書店 也都在裡面看過很多歷史的書籍 但是這些書籍 都會是有將這些史實的圖片 放到下去 也都是不需要說到18歲以下不能看的 在那些黃人 我就要揭露一下 其實在我小時候 也就是跟這個事主 他說投訴到 這些是少一的學生 看到這件南京大嵐友的事件 當時我六歲 那時候當然不知道那些是黃人 我就曾經被帶返去一個當時在荃灣的教會 有些人就讓我看一些關於6月4日的書籍 又不見這些人投訴 當然 他就是想我在這麼小的年紀的時候 就已經學到他們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所以他們就不投訴 而這兩年發生了搞事事件 其實那些黃人他們真的很矛盾 他們經常是把他們 19年的時候 那些搞事的片段 拿來做一些向細蚊教學的內容 那他們又不覺得噁心 為什麼呢 他們是想歪曲一些事實 當他們有目的的時候 他們什麼都做得出 甚至乎那些19年時候的搞事場面 這麼肉酸這麼過份 他們照當是沒有回事 還要武經修剪 很多場面很多片段是直接出的 那些黃家長這樣投訴到 正正就是讓我們 可以了解到現在的教育 有什麼不足之處 我們是需要改善的 在這次事件發生之後 可以好好改善 就沒有給黃家長有委入 而這次這個播放史實的片段 其實原意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們教育這個歷史的不足之處 就是在於我們不夠系統化 只是上課的時候去播一些史實 其實都是並不足夠 現在說的這個史實 都是發生在二次大戰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有兩個國家 就被全世界認為是聚灰禍首的 一個就是日本 一個就是德國 那德國作為一個做錯過的國家 他們現在是怎樣教導他們的小學生 一些正確的歷史知識 在德國的學校 教導他們的小學生一些史實的時候 他們除了課堂上會講之外 也會做一個課後的閱讀 就等到那些小學生 自己在放了學之後 用課餘的時間 就去找一些書籍去看 是關於德國在二次大戰做過的措施 看完這些書籍 就不是就這樣就算了 就要他們回去 用文字去寫下自己的感受 寫下自己的評論 然後再回到學校的時候 就在小組討論那裡拿出來說 除了這些在學校上課 和在課後閱讀的教育之外 德國的學校 也會組織一些參觀團 那去到一些什麼地方參觀呢 就是一些 由以前二次大戰的時候 那些集中攝影機 改建而成的紀念館 讓他們去到真實的現場去看一看 他們德國以前是做過什麼錯事 來教導他們德國的學生 就不要重蹈覆轍 這裏在德國的民間 從來都沒有說有家長說 學校不應該這樣教小朋友 而且小學就已經是帶到他去現場教他這些東西 還有最重要一點 就是德國人在整個教育體制裡面 教育到他們這段歷史的時候 還有一個要點要帶出 就是德國人會教他們的學生 當有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不去阻止 別說參與了 就算不阻止 都是一種聚 讓他們現今這個年代 所有的德國人 都不會認為他們在二次大戰做的事情是對的 原來你這樣說完之後 我才知道德國是這樣教他們的小學細蚊 即是跟這次的事件一樣 如果是這樣的時間 連德國也是這樣做 那些黃人沒有說話好說 西方國家 自由民主國家也是這樣做 那可能那些黃人學了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同樣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的日本 他們在面對他們當時侵華的事件裡面 他們是除了不承認過責任之外 現今的日本學校教的事件 還是不會把事實來講給日本的小學生 甚至乎有很多我們中國的電視台記者 去到日本本地去訪問日本人的時候 他們還相信了日本政府的說法 就說到這件事是獵造出來的 還有他們是相信當時 日本是真的想搞大東亞共榮圈 是為了大家一起去賺錢 所以才會來到我們中國 大家想想多麼荒謬 而現在的黃家長 在面對這些歷史的時候 不是要去怪責到學校教這些東西 你是更加應該和你的子女說 這些事情是真的很慘痛 怎樣才可以避免這些事情再次發生 所以我們香港的教育 尤其在歷史方面 真的有必要再系統化一些 除了令到學生 更加對我們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有形同之外 也要對我們中國以前受過什麼欺負 受過什麼傷痛 都要有所了解 知道我們國家當時 在一個多麼艱難的情況之下 才建立起一個新中國 從而走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自己的國家這麼強大 而且在我們香港的學生的教育裡面 我覺得有一件事是應該加起來教的 來提防那些黃家長去和他們洗腦 除了教歷史之餘 還要教他和他家人去講歷史 去教他自己父母一些正確的歷史知識 讓他們在學校學了我們這些中國歷史之後 知道真正的史實 把那些史實的片段照片拿回去給他父母看 給那些黃家長看 讓他慚愧一下 到時連他們的子女都對這些歷史這麼了解的時候 他們竟然對這些歷史一無所知 甚至是不願意去承認 大家看看他們多醜怪 再之後就為大家報道一下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派過專家去視察新疆的環境 都視察過兩轉 現在的人還說不行 三盤兩勝 要視察第三轉 還說官方的人不可以隨行 有他們可以周圍走做他們想做的事 大家都知道這些新聞機構 還有NGO 所謂的國際專家想去到新疆裏面做些什麼 我回頭也可以為大家 再詳細地用這個 跌戰的角度來說一下 其實他們那些人想在新疆裏面做些什麼 先說一些新聞媒體看到的事情 最近英國的戰略新聞機構 一戰的文宣新聞機構BBC 就訪問了新疆的被人迫做事的親歷奇景者 其實就是新疆的假裝被人迫過做事的演員協會 訪問他們途中有一番言論 而這番言論就是大家都是老屈新疆的情況 水深火熱 人們個個被人迫做事 很慘 十足十 美國那些黑龍牆 但其實事實上新潮民也多番為大家報道過了 新疆的棉花園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科技高的棉花園 裡面的農夫賺到盆滿缽滿 高科技是自願做才可以做的 不是自願做的話 貿貿然不懂人去apply的話隨時吃閉門羹 新疆那邊除此之外也有太陽能電板的科技製造業 裡面的普通員工 隨時都可以有9000元人民幣一個月 9000元人民幣一個月是十年前的價錢 大概十二年前 Sentino剛剛在上海回來香港落腳 十二年前Sentino在上海做國際企業的高級文員 就只有6000元一個月 在當時同樣的時期 在新疆做太陽能電板的巴金就9000元一個月 那不如找人拯救一下我好不好 找人關注一下我 嚴格來說我也是被人迫做事的 我是遺世所迫的 那這些新疆親歷奇景見證人的言論 我們中國駐英大使館就指出 這些完全是不良的政治妒忌 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 所以對他們的言論對BBC的訪問 強烈的譴責都是拿來這些官方回應 那最近英美勢力就已經完全不講證據 尷尬地來的了 英國那邊最近也搞了一些非官方 純粹是人用獨立註冊公司來搞新疆法庭 然後新疆法庭裡面全部都是自己人 就說我們一致裁定中國在新疆的人權問題上 一致通過他是有罪的 但是這些所謂的新疆法庭 就跟官方甚至國際法庭一點關係都沒有 純粹是自發的自我註冊組織 促成這些大派對的宣傳大派對的人員 都是那些跨國、跨議會、歐盟國家加英國那些 拿中國來做政治籌碼才有生存意義的那些低級議員 這班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就是有份幫我許智峰走路的那一批議員 他們是一個組織 就是大家一起借中國來做自己的政治籌碼、政治力量 因為不說中國不針對中國他們沒有生存意義的 美國那裡也有一班人是這樣的 美國那裡的眾議院最近通過了一個防止強迫 維吾爾族人做事的法案 同時他們也呼籲要抵制任何由新疆出產的產品 他們當然想抵制新疆出產的產品 很多太陽能電板都是我們新疆做出來的 美國現在在搞綠色能源 搞綠色能源 我們中國在綠色能源環保電池上 是令美國感受到一大的威脅 所以有辦法打擊中國綠色能源的任何措施 他們都會用得上 中國的官方回應就是促請他們立刻停止推這些所謂法案 任何有損中國利益的東西 如今我們有一個回應跟以前不同 就是中方會堅決回應 所謂堅決回應 我看隨時好像對立陶宛那樣 誰跟立陶宛做生意的就不用跟他們做生意了 世界遲早分兩邊 美國再這樣搞下去中國沒有辦法之下 也要放棄和氣生財我們中國人的美德 既然美方、英方、西方列強 再這樣步步進逼我們中國的時候 我們也要做些事情來回應 中方也促請BBC這些新聞機構 遵守應有的道德 客觀地分析新聞 公正報導新聞 報導新聞的真實情況 準確性 多做一些中英的文化交流 中英溝通有建設性的新聞 而不要再做一些冷戰思維才會做的事情 當然中國官方說這些說話出來都是對牛彈琴 他們這些白人都是牛借馬丹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剛才有直接說 BBC新聞機構 早在一戰時期 為什麼有這些新聞機構出現 本來就是為了製造文宣 就是英國想攻擊的敵國 就要先踩下人家 妖魔化人家 抬高自己 神聖化自己 本來是一種文宣的攻擊工具 文宣攻擊工具就是一場戰役 大家可能普羅大眾都會覺得 打仗就是海陸空三軍 飛機大炮 航母 飛彈 其實世界不是那麼單純 打架是一種爭執 但是其實人與人之間對立也是一種爭執 爭執是無處不在 戰鬥的元素永恆 只因為人與人之間不再有動手動腳 不再有磨擦 不再有風煙四起 或者周圍拆東西 燒東西 扔東西 不代表這個世界已經和平 其實香港的情況都是這樣 即是那些黃人2019年的時候全部上街做一些具體的行為出來 做一些具體有畫面的行為出來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那些就是風煙四起 沒有那些畫面就代表天下太平 其實不是 那些就叫做法事性的行為 在戰略角度已經歐了 想跟大家說 而如果反對派勢力和外國的勢力 停止滲透在我們的各行各業 滲透各行各業來煽動人們對社會不滿 然後上街製造動亂 上街製造一些有畫面有形式的圈蛙的東西 這些套路是歐了地已經不再有效 尤其是我們國安法成立之後這些活動也會嚴重地撲滅 很難再成氣候的了 但是不代表天下太平 因為這些宣洩性的行為 動亂性的行為 其實在戰略角度並非有效率 我們打一個地方回來為了什麼 我們打一個地方回來 無論是一個土地 無論是一個勢力 或者是一個界別 打回來就是為了要那個界別 那個土地得回來的經濟利益和影響力 但是如果你肢體碰撞 滿目倉宜 打一個地方回來 那裡沒有民生沒有經濟 沒有影響力的時候 只有一片爛地 那你打回來有什麼意義 如果我們打一個界別回來也是這樣 我就當我們剛剛正常人勝了一仗的會計師工會 這個會計師工會會計師行業 如果外國勢力打了這個會計師行業回來 讓這個會計師行業的人全部不做事 做事就打爛事 之餘全部上街一起 又在圈挖炒鬧 對政府圈挖自己的不滿 那對社會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 但是不夠什麼影響 不夠每一個會計師接通外國的勢力 將香港的情報默默一點一滴交換出去 默默地出賣香港的情報 默默地在香港各行各業 每間大小公司的企業製造裡面的帳目混亂 甚至在會計的界別和外國的會計掛鉤來做利益輸送 這些才是真真正正對城市系統影響更加深遠的事情 而不是出來社會炒鬧 我想說的是現在很多我們 尤其是我們新前民的觀眾 很多人覺得幸福是必然的 天下太平是理應如此 社會動亂只不過是過到期 覺得這件事是個別事件 其實大家的標準 看這個世界就覺得本應是和平的 動亂是更加的 要平亂之後就沒事 不好意思 其實動亂才是永恆 和平是得來不移 其實現在國安法成立之後 在香港的各行各業各個界別 滲透問題依然存在 香港依然是全世界數一數二最多情報人員的地方 只不過他們用另一個形式來滲透 用另一個形式來影響香港 還有如果他們製造事端的話 不會再用顏色動亂的舊套路 就是全部人上街一起拆東西打爛東西 勸話炒鬧口號 還有和執法人員進行衝突 做到支離破碎的畫面 我們不會再用這些舊套路 就是用真真正正的界別滲透 在這裡要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最近有我們香港和外國兩個新聞 是關於情報界的 透過這個新聞想和大家解釋 這個世界進一步的情報戰 而如果這場仗我們是輸了的話 未來只會在香港產生更大的動亂 未來只會在香港形成一個更加影響到我們祖國的勢力 近日我們的政務司司長兼國安委員成員李家超先生 他就在2021年的經濟高峰論壇說過一些言論 言論就是關於如何抵抗反動力量 無論這個反動力量是外國滲透進來還是由內裡反起 我們的司長李家超就指道 在97回歸之前 香港其實是有政治部的 政治部有紀錄所知道有三千人 而當97將軍回歸之前 政治部已經逐一移走他們所有的資料 能夠移走的移走 能夠銷毀的就銷毀 所以香港當時王家香港警察這個政治部是直接跟英國的國安 和英國的情報單位直接聯繫 直接報告給英國的情報單位 說的是M5M6這些情報單位 而隨著97回歸之後 香港就沒有了政治部 沒有了政治部就是沒有了一個情報部門 無論這個情報部門是對內或者對外 對內當然是說維護國安 對外其實有個概念 大家可能不知道了 什麼叫九首必失 任何一場戰役都在說怎樣防守和進攻 有時候不道理不進攻 不道理不對其他國家進行情報滲透和情報搜集 因為要知己知彼 現在香港就有國安法 國安法就有國安公署 香港駐港的國安公署成立 這些其實國安只不過是情報界其中一環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一下這個世界的情報戰其實是由三環組成 大家都知道打仗有常規戰的海陸空三軍 情報戰也有三軍 哪三軍稍後跟大家說一下 當時祖國回歸之前的政治部目測和有紀錄的三千人 其實當然不止 未計當中的情報交換的外發人員 即是說那些線人那些針和那些秘密行動組 政治部當年就是這個社會上面大大小小情報都會收集 所有影響到所有在香港影響到中英局勢的人員 無論是政治人大小的企業家都會被派人來跟 開個檔案來重點分析 外國早就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情報系統 去怎樣鎖定目標 然後將所有現在或者潛藏的國安危機 或者潛藏的利用用途 反滲透的利用價值 外國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系統 去怎樣去分析各個不同的目標 無論這些目標是個人或者團體 誰人做這些情報分析 做這些我們叫做人力情報的分析 就是行為心理學家 經過針對性的多年的培訓 他們就入了這些情報單位做事 當香港回歸之後 李家超指到沒有了針對情報滲透交流的護土牆 促使我們香港面對過去十年的政治動亂 要有效地帶來民生的治安 有效地維護國安的話 尤其是現在這個年代 有了資訊科技 IT科技之後 所有事情是日益複雜 要有效地維護國安民生的治安 一定要有這個危機的意識 有這個憂患的意識 防止任何情報滲透漫延和壯大 另外劉兆佳也倡議 香港應該設立有效的情報系統和內地接合 那香港的關於情報界的新的新聞和倡議和動向 就說到這裡 有很多人看到這宗新聞所指的就是李家超先生說 23條的立法是刻不容緩 因為23條當中有比較勢力的 關於個人的情報活動 違反國家安全的覆蓋 比較熟悉情報戰的我覺得這樣是不夠的 但我也明白新聞媒體為什麼只說到這個國安層面如何 反外國的大小滲透 我們剛剛在去年7月成立國安法有效撥面一些比較大型的 違反國安製造社會動亂的時端和有組織的行為 但是關於情報戰 在情報界裡面一些很勢力的個人行為 出賣資訊 醞釀任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都要靠23條去撲面 但是都是在說我們防守方面 在主動出擊方面我們卻是完全一片空白 我明白新聞媒體甚至有關部門可能覺得說這些會太刺激 我們香港在大眾的認知上還沒到這個層面 其實外國已經做了上百年了 只是英國的情報單位M6和M5都是分對內和對外 說起對外情報的主動出擊來說 我們也可以說說美國現在的中情A局 大家都知道10月的時候他們成立了一個中國的任務中心 主要是招呼中國的部門 大家可能當時有很多不同的時評說主動設立一個部門來針對中國 其實是為了妖魔化中國 為了製造中國成為最大的敵人 來挑起輿論 帶來冷戰思維 把這個世界兩極化 也是來安內的政策 因為讓美國人和美國的盟友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這是一個政治操弄 不好意思 這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在輿論上的一些政治分析 其實在情報戰的角度來說就不關事 情報戰的角度來說 首先情報界本身美國的中情A局 一直都有專門招呼中國和亞洲的戰線 但現在為什麼要重點畫一個部門 甚至公開說是一個專門招呼中國的部門 一個中國的任務中心 其原因是因為在調配人手和資源方面都會快捷很多 當你成立了一個專責的部門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而且也可以透過這些資源和人力物力來招呼 重點招呼更多有關的人才 來效力對中國輸出的任務 所以有了這個中國任務中心之後 他們都已經放風出去了 就說誰如果有興趣為大美帝國服務的時候 不妨投考中國任務中心 投考這個中情A局這個特別為中國的部門 一經批核隨時連身可達一百三十幾萬港幣 當然說完一百三十幾萬之後 後面又說他剛剛入門 剛剛入行的人可能由民主工作做起就沒那麼多 可能只不過為了港幣三四十萬而已 這個數字在情報界無論去到一百三十幾萬都是說一些 整個情報單位裡面一些我們叫做中層或者中高層的員工 都是聽命做事的都是operation為主的 無論你是民職或者武職 武職當然不可能 因為美國的情報單位如果去武職那些 全部都是受半軍事的訓練出來的 當然如果你例如說在香港的執法部門 例如說在香港的飛虎 又或者在機場特警受過訓練的話 而你剛好思想是黃了的話 你可以跳過這個訓練的process 直接進去武職裡面進行入職培訓或者probation 但是當然我們香港的執法部門 我們正義警察絕對不會有這些人 但是現在說的是軍事訓練的程度和層面 就是說普通一個香港的執法部門 即使受多一年訓練的ptu 進去也不可以充當 這個訓練程度也不足以充當 做這個中情A局的武職要求 為什麼我突然要找香港來做例子 為什麼我突然會說 香港有可能有人會投考美國中情A局的中國部門 因為不好意思 當美國的中情A局要搞中國任務中心 他一定會在香港建立一個最大的跳板 香港和台灣省 他又要有個基地可以接通國際法律 又要有個基地沒有那麼受中央的管轄 也可以接近中央做他的情報滲透活動 還有戰略的分析和計劃的話他一定會選擇香港 他們放中國任務中心招攬人才這個風出去 其實也是呼籲全世界 所有人覺得想帶頭反華的 所有人想參與反華的 都可以聯絡他這個中國任務中心 怎麼聯絡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美國大使館 只要你有利用價值的話 其實你敲門也可以 不過是中漢林 那些番薯蛋散 一些利用價值都沒有 所以一早起床 很有誠意地在門口等人開門 然後去敲門的時候都馬上被人踢走 因為他們一點利用價值都沒有 說起中漢林這些炮灰渣子 要說一下這個社會過去十年很多動亂 很多人說黃那邊 什麼之鋒 羅冠聰 甚至入議會那些郭榮鏗 楊岳橋 陳淑莊這些 他們全部都是外國的通牒 他們收了外國錢 不好意思 真的要在這裡認認真真地為情報界說些事情 他們全部都沒有資格來做一個正規的 美國或者英國的情報單位的正式僱員 他們最多只能夠做針線人 他們是需要聯絡一個所謂Handler的東西 這個Handler的東西就是正規的僱員 正規的情報agent 現在這個中國任務中心就是在招攬正規的情報agent 要通過一系列的訓練 入職的培訓 通過人格和三代的審查 而且經過很漫長的測方 說就說每三個月一次 每三個月在你身上貼滿你全身 然後測你全身的脈搏和腦電波反應 看你是否說謊 但其實測方的過程是一個很漫長 你整年的測方過程 你整年的訓練期 他每一天都在觀察你的行為 言行舉止 每一個動作和每一個微表情都會納入他們的測方系統裡 誰人編寫這一刻也是我們行為心理專家編寫的 所以現在中國任務中心要收回來的人 就是一些最好的一開始就是有美國國籍的人 甚至願意搬去美國的人 但其實正規員工就是這樣招聘 他開了中國任務中心也同時告訴全亞洲人 所有華人聽就是誰人有心做 不要說正規的員工 有心出賣中國國情來換取個人利益的話 都可以聯絡他們 這樣的意思 我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絕對有超過100萬人願意做這些位置 所以香港現在所面對的情報滲透是無孔不入的 情報界裡面的三軍大家都知道常規戰就是海陸空三軍 飛機大炮、航母導彈等等 情報戰裡面的海陸空三軍是什麼呢 情報戰就是由情報單位對外的 國安單位國家安全就是對內的情報 還有第三就是外交部 外交、國防和情報單位三圍一體 在情報戰就是最重要的三軍 我記得在之前的節目也稍微有提到 而有一次我面對很多香港的政治前輩 自從做了新潮之後就認識了很多在香港的政界前輩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公開場合 一個派對裡面到我說說話 大家請Sentino上來說說話 這期新潮文表現非常好 我上去說說話 可能兩杯落肚說話太急 我說說我可以讀行為心理學 我當時跟我一起做研究的班人 很多都是情報單位的人 這個情報戰 香港其實面對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當然國安法成立之後 天下大平大家都很開心 但其實情報是無孔不入的 真真正正最具體的影響我們香港經濟和運作 和影響我們國家安全的活動 才從現在才開始 以前那些圈蛙炒鬧已經過去了 現在他們真的做一些實事 在這個情報界世界來說 我很清楚 就是分外交情報和國家安全 是一個三為一體的組合 我一說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當日在場還有正義的何君堯和議員 他看著我嘴唇 彷彿像我說的武俠小說的橋段一樣 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說是壞的 沒有好好地解釋 因為要論述這些其實就是很難的 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到 美國的中情A局剛剛在這幾天 就說他們招募人才方面遇到困難 其原因是因為他招募不了他們真正信任的人 懂中文又要了解國情的 又不知道他是不是 特意滲透來我們美國中情A局 進行這個反通貼行為 另外就是要你找一個白人的面孔 懂中文已經很難了 白人面孔有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們自己也信不過 整個畫面很奇怪 大家有沒有見過一個白人 鬼佬的樣子 懂一口流利的中文 你覺不覺得這件事很奇怪很QK 而且他們不單止想找一些懂中文 懂普通話的人 還想找一些懂廣東話 上海話 甚至客家話的人 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又要通曉普通話 甚至通曉謊 而又要美國的情報單位信得過你 大家可知道 美國的單位選這個正規的情報人員員工 是一個很審慎的過程 他表面上希望你有多功能 還有性格外向 但是其實就是你的忠誠度為主 忠誠度之餘 就是你的人從小到大要很正確的 正規這樣 循規道舉 在學校裡面有表現 在學校裡面成功畢業 還有人不要紮紮跳換幾份工 本身通替賣國這個行為 就代表這個人心智是有問題的 那麼你在黃人堆裡面 通替賣國的人堆裡面 你怎麼會找到這些人 來做你的正規員工 所以是難的 而如果你找了一個在外國生活了很久的華人 來做正規的情報人員 當然已經有一大堆 但是要這些人來滲透華人的社會 說真的他走出來 雖然他有華人的面孔 表情動作各方面已經是格格畢業 和華人的社會 所以是真的難的 現在最新的戰略形勢 所以在12月12日美國的中情A局也說到 媒體說現在開了超過100個位 請一些通曉中文和中國文化的人 這個中情A局的局長白恩斯還出來說 要挑選的情報人員做情報工作是全方位的 由情報分析和情報收集 去到科學科研技術數字技術 各個領域都聚焦地請人才 甚至會成立跨部門的任務中心 什麼叫跨部門任務中心呢 就是我說的基地 例如我剛才說香港一定會成立一個基地 只不過你暫時不知道在哪裡 媒體上現在都說 以這個國家為命名的任務中心是第一次 其實就不是第一次 媒體想說帶出來的風向就是 美國的中情A局想做這些東西出來 就是挑起兩極花 在媒體上製造輿論來針對中國 媒體想帶的風向角度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告訴大家 美國中情A局一開始 本來就是重點招呼俄羅斯 就是前蘇聯的 現在也是有個部門重點招呼俄羅斯的 除此之外 朝鮮和伊朗其實早就已經有專責的部門 只不過這些部門不是太有建設性和效果 大家在媒體上就不太知道 但是其實秘密也進行很多滲透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不止有個部門專責在那裡 直接那裡有很多基地 除了有資料情報數據整合的基地 還有嚴刑敲問的基地 說起嚴刑敲問的基地 其實東南亞也有很多地方 是美國的中情A局特意在那裡設立 我們叫做黑地點 黑西 不如看看除了美國的新聞 英國的新聞怎麼報導這件事 英國的金融時報就說 美國現在很明顯就是一個新的例證 去證明美國將會將外交安全和情報活動轉向中國 這篇文章寫出來就表示他們認識 剛才我已經說到情報戰裡面的三軍就是外交安全和情報 所以他就直接這樣說 是一個新的例證 當美國要成立這個中國任務中心的時候 當美國要成立針對中國的情報戰的時候 整個外交國家安全和情報活動都轉向中國 那不如看看我們中國的軍事專家怎麼說 我們中國的軍事專家杜汶龍就說到 中國任務中心分明就是找假傷敵、威脅 斷章取義對中國的抹黑、顛倒黑白是非 這些是大國競爭的手段 這些就是我剛才說的表面上可以說給普羅大眾聽的 底類的東西太複雜 但是普羅大眾只需要知道現在美國是千方百計想針對中國 甚至打正其號針對中國 引所有華人來一起針對中國 哪些華人有興趣做漢奸的話不妨聯絡他們 聯絡他們就聯絡中國任務中心 但我剛才也告訴大家 很多美國的大使館其實如果你真的有利用價值 你有資料的話你敲門都可以 你是不會做到正規的員工的 但是他們會派情報人員跟你加緊聯絡 驗證資料的真偽和進一步給你方向收資料 有沒有錢也有錢 但是不是很多錢而已 所以黃之鋒和劉貫聰那些其實還很看重 在香港借著香港的黃人黃豬的眾籌市場 中國軍方背景的軍政平工作室 就有另一番體會 現在情報戰應該深入民心 中國應該信人民 依靠人民 他舉了兩個例子給大家參考 一個就是北京的朝陽群眾 另一個就是撩童的漁民 朝陽群眾之前我們也報導過 在朝陽有些民眾成立了互通群組 這個互通群組在過去幾年間 呂呂幫執法部門破獲了很多大案 提供了很多很重要的線報 而有很多大明星都是因為這個朝陽群眾被他們拉下去 因為他們做了一些私得敗壞的行為 另外這個撩童的漁民就是在我們中國的南海對出 我們中國的南海很大 中國的南海是356萬平方里 其大小就等於渤海、黃海和東海加起來再三倍 等於我們國土的三分之一 全世界尤其是美國 就不停地派他們自己的艦艇甚至潛艇 去南海不斷地進行地形的陷冊 就是為了收資料 收戰略的資料 而可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中國南海很多漁民發動民間的力量 在海裡撈到很多美國的艦艇和潛艇 故意佈置的一些機械裝置 這些機械裝置是用來拍照、測地形和消息互通回美國 透過衛星來傳訊給美國 或者傳訊給美國的航母和潛艇 在多次美國的偵測船進來我們中國的南海的時候 都是靠著漁民的協助 將他們扔出海上的一個個微小的偵測機械人 一個個撈起來 類似為我們中國立功 所以中國官方也經常為漁民受予加許 也給了一個名叫撈童的漁民 雖然給了一個名銜叫撈童的漁民 但是跟朝陽群眾一樣 在中國的官方對他們的民間組織有了一定的承認 情報戰到今時今日是一個全民的戰役 因為情報的滲透跟以前不同 以前很多科技上 資訊溝通上 甚至是信息傳達上 影視視像資料上都是掌握了官方 自從這個世界這幾十年來科技發展之後 尤其是這三四十年有了電腦之後 很多東西都越來越個人化 個人化只是表示民間的人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 不僅情報滲透的工作已經民間化之餘 其實官方對情報的監管也要開始人民化 成立民間組織來監察守望相助 絕對對我們香港去贏這場諜戰是有很大的幫助 剛才新潮民說了自從我們做了新潮民之後 我們認識了很多在香港政界和執法部門的很多關鍵的人物 我們名字就不想在這裡透露 其實我們新潮民因為例如我自己也對情報界有一定的認識 有些在普通華人亞洲這邊都沒有的認識 其實我們在交流的過程裡我們也提供過一個意見 就是成立在香港一些民間的情報組織去互通消息 這樣對有效防止我們各行各業各個界面的叛國行為 以及情報外洩絕對發揮效果 如何成立一個有效的情報網絡去互通消息 以及成立民間情報組織就像這些朝陽群眾 表面上看起來官方就說他是一個大媽組織 甚至君正平工作室都叫他朝陽大媽組織 但是其實他裡面不是那麼簡單 裡面已經有很多專業的人士在裡面加以印度 是一個表面上民間但其實是半官方的一個組織 就好像當日的黃人表面上就是一群烏合之眾在香港搞動亂 其實背後有大量的外國情報專家動亂專家在裡面加以印度一樣 情報戰是我們現代的戰役 第四代的戰役 最重要的一環 大家看到一來就海陸空三軍來做一些很戲劇性的畫面 其實在這個世界尺程不在了 除非你說打中東的窮國家 為什麼會一來就移平他們所有建設 甚至是示人命如草界 原因是因為他們根本不需要地面上的建設 以及不需要這些人 只需要地面裡面的資源 但是在發達國家發達城市的戰役 就已經不會再有這支歌唱的了 情報戰就是令到這個城市停擺 甚至製造反動勢力的重點戰場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在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